大姐 你可算是来了 你们也不早些烧信告诉我 我这是听了别人说的 才知道你们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不是紧着赶来了 玄满娟尽管是责备的话 可是无不透着关心 我们就是怕大姐担心 才没敢说的 想着都好得差不多了再告诉你 没想到你就来了 你们怕我担心 但是我从别人嘴里知道 不更担心了 进了屋子 玄满娟直奔玄文涛走去 仔细地看着玄文涛包着的腿 老大 你受苦了 说完玄满娟就忍不住哭出了声 玄文涛一听大姐的话 也忍不住掉眼泪 男儿有泪不清痰 只因味道伤心处 面对这个姐姐 玄文涛更是觉得是自己的长辈 长姐如母 刘氏也忍不住 用袖子擦眼泪 玄满儿知道这个大姑的苦 看见有人是真的关心自己的父亲 更是感动 哭得也是一塌糊涂 玄瑞和玄浩站在边上 也是抹眼泪 一时间 这屋子里的哭声 此起彼伏 想忍都忍不住 直到胖胖也哭起来 大家才慢慢地平复了情绪 我这来一趟放心多了 你们这脸色都不错 对了 我这拿了两只兔子 估计你们也吃不到什么 这次来得着急 下次让木儿 给你们弄点野鸡送来 大姐 别往这儿送东西 拿来了也吃不到多少 便宜了别人 你让木小子打了野味都拿去卖了 他也到了娶媳妇的年龄了 木儿先不着急 男孩晚点娶媳妇没事 再等两年 手里宽敞点 反正他这打猎的手艺 以后娶了媳妇 也饿不到 大姑说得对 男孩子不着急的 等有了钱 给小表哥找个好媳妇 还是妙儿说的话 大姑爱听 大姑 以后咱们家有钱了 我给大姑买好吃的 买漂亮衣服 好孩子 以后大姑指望你了 别等大姑老了 你就把大姑扔盒里就行 我才不会呢 有好吃的 好穿的 以后我都先给大姑留着 就你会说话 雪满娟又喝了两口粥 刚才粥热 它都是在上面咬的 这少咬得深了一点 却咬出了一个鸡蛋 再翻一下 竟然是两个 妙儿 你怎么给大姑 放两个鸡蛋呢 这是给你娘做月子的 大姑你放心吃吧 没看咱们家脸色都好了吗 咱们每天都吃鸡蛋呢 身体是根本 身体好了 以后不愁没有好日子 等以后要是能分家了 还愁日子过不起来吗